面对疫情的影响 有不少餐饮业的头部企业 选择了简单粗暴的方式涨价 而输业从业者们则使出了 18般5亿扩大销售渠道 外卖送书成为了一项新的尝试 4月9日 上海人民出版社联手美团外卖 正式推出了外卖服务 而这也是护上首家出版社 揭助这项新玩法 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我们所有的实体店的销售 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作为出版社的 我们的这些铃铛 都是比较有优惯意识的 所以实际上从2月20号开始 我们就想方设法 把我们很多的线下活动 都办到了线上 然后也在疯狂的拓展渠道 看看有没有任何一种 可以减少疫情 对我们影响的销售渠道 据介绍 用户在外卖平台下单后 出版社工作人员会将所需书籍 进行消毒 打包之后转交给外卖员 一杯下午茶的时间 热乎乎的新书就能到手了 目前外卖送书的覆盖范围 有一定的公里数限制 不过其时效性远超 电商购书的次日达 也减少了疫情影响下 方圆三到五公里 那么实际上可以就围绕着这个区域 可以做一些文章 外卖平台与上海部分实体书店 达成合作有过先例 而此次与出版社直接合作 还是头一次 记者注意到 目前出版社在外卖平台上 上线的图书种类相对有限 但以上架的这些精心挑选后的图书 还是相当吸引人的 涵盖历史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 其中也不乏契合当下热点的 医学史第二版 人间市等战役书籍 那么我们第一批选择的是这个书单 以后会有各个不同的主题的书单来轮换 而且我们其实准备的是差异化经营 所谓的差异化经营 实际上很有可能我之后选用的书单 是我不面世的图书 比如说我们会准备一些签名本 或者是毛编本 或者是一些提书 一些特制版 甚至于可能有些书会跟我们的文创配套 做些小文创 据了解 外卖送书这一全新玩法 是上海人民出版社 此前一系列线上营销活动的延续 受疫情影响 实体书店门停冷落 线下销售受阻 为应对难关 上海人民出版社积极探索线上推广方式 利用线上读书会 自营店等方式拓展销售途径 减轻疫情对图书销售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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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